老師直接用關鍵字好照片就可以了 這個什麼版本都有 唯一的版本沒有的叫做繁體中文 因為這是對岸的 是簡體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網頁上的可以直接用 那麼在這邊您可以看到它所有版本有沒有都有 對不對 所以您在手機上也可以直接用 那它的好處就是 大致上多數您在剛剛Photocab裡面所看到的功能它上面都有 那我們就直接用Web版的 所以老師您待會直接用關鍵字好照片應該就可以找到 找到之後你看我現在已經把一張上傳上來 上傳上來 這你就按開啟一個文件 這個簡體還可以習慣吧 老師如果用那個Windows8的話 這種風格叫做什麼動態專 對不對 動態專 那你就開一個 好開上來之後呢 你看這裡基本編輯 它就會把裡面相關的載進來 那你有一些特效啦 有一些圖片 加上文字 有沒有發現都很像 對不對 只是直接在網路上直接做完 當然您要安裝那個PC版的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大部分就是能夠用網站上直接做 我們就在上面做 你看檢查旋轉這些有沒有都一樣 都是相同的 那麼 這個呢 還有它還有提供一些邊框給你 好 你要比較簡單 這個字請問是什麼字 這支 這支啊 蛤 是的 這個我們叫做底片 他們叫膠片 哈哈哈哈 了解了齁 所以 就是會有一些名詞上 可能我們會不太習慣啦 你要這個 感覺的 這個點一下 它就把你掏進去了 好都是一樣都在雲端去做處理 往下這樣直接做好 那如果你確定要就把它保存 好它就直接應用上去了 好 那你看 這裡呢除了這個以外 看到這個你會想到一件事情 像我們剛剛有沒有一個多圖外框 有沒有 你可以在這邊 這個我不用了 不用存 進來之後 它就是又 可以讓你多個照片去排在一起 有點類似拼貼的效果 拼貼的效果 一般來講 可能老師在學校連對岸的 會稍微比較慢一點 因為現在 教育部的網路連到對岸的 它那個頻寬 它有稍微限制一下 那一般如果老師在家裡面 大致上就還好 有沒有發現有很多不同的 實際上這個功能 就是Photocap裡面 我剛剛有一個沒有講的功能 叫做什麼 叫做說圖頁 你看我點給你看 一點 新的編輯 有沒有發現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你用哪一個做都嘛 沒關係 我們不是軟體的忠實顧客 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什麼 把我想做的事情做好 軟體只是工具 所以你可以找到更適合的 我就可以用它 那看老師您覺得說 哪一個您比較方便 你就可以這樣去使用 這樣應該了解的 對不對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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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